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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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喬利夫丘 然後今天呢 是來你們雜誌是怎麼唸 E-E-L-L-E 他們這種雜誌好像都會取一些很fancy的名字 所以它是法文嗎 L 就是取一個很fancy的名字啊 跟你們一樣啊 在甄選劇團的時候 然後就隨便填一個 因為那時候大學生的眉很紅有沒有 然後什麼派翠克啊什麼的 然後就覺得 好像取這種直接中翻音的名字好像會很重啊 結果過了十年之後就才重而已 第三天的名字 我的本名叫 簡木槐 簡單的簡線木 木槐 樹的槐 人家都會說很窮 所以我都不太好意思講我的名字 我的表演風格就是喬瑟芙 怎麼樣 有很多元啦 然後像可能有些觀眾會覺得說 我的影片他不一定每支都喜歡 因為每支都有不同的風格 你們就挑你們喜歡吃就好啦 不要多說啦 創作品跟他一個人 喔 很討厭被問這個問題 因為每個表演者都 他們都會說是從生活嘛 對啊 就是生活 雖然我最近 因為要去找靈感 然後所以去做很多我沒有做過的事情 可是最後都只剩下 欸 蠻好玩的 然後什麼靈感都沒有 它叫《銀魂》 喜劇風格有很大的部分 是來自那個漫畫裡面的元素 它裡面有一些裝傻跟吐槽的 比較經典的日式的喜劇風格啦 所以蠻值得大家去看一下的 因為 這個問題很難欸 為什麼我要辦切個瓦拉 因為我覺得我長很像 然後就辦起來了 革命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那為什麼要看起《鬼滅之刃》 《鬼滅之刃》那個喔 那個只是一個小影子啦 就是襯襯它的熱度 稍微酸一下那些 覺得自己很厲害的啾啾粉 是只有覺得自己很厲害喔 那那些覺得就是 單純喜歡的人 那就Peace好不好 應該說它不是開《鬼滅之刃》 它是開種族歧視的玩笑 這中間有些差別 那可能有些時候 要用一些比較 銳利的角度去切入 然後吸引大家這樣的注意 然後有機會可以思考一下 為什麼或是一些事情 留一些東西 我們大家可以討論啊之類的 在我之前 應該有人開過客家人玩笑啦 所以我應該不算是第一個 可是《鬼滅之刃》的話 可能是好像只有我 比較適合做這件事情 對 其他人的話可能真的會有問題 很大的問題 口肌其實 我在加入劇團的時候都還有 然後有時候會因為口肌問題 然後就是有很多戲會演不好啊 然後台詞掌握度會非常差 然後就要一直練習 然後去上表演課 那上表演課 其實我覺得對口肌滿有幫助的 但是你如果真的是很嚴重的口肌患者的話 還是去尋求一些醫學上的幫助 為什麼現在可以這樣上台表演 就慢慢習慣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跟觀眾產生共鳴的時候 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可以獲得這些東西 會讓我漸漸的就是不再害怕上台這樣 因為到30歲的時候剛好好像有點收穫 那我想要分享這個故事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那個故事都是有價值的 那你如果在我的故事當中獲得一些 你需要的東西 或是你沒想過你需要的東西都很棒 那如果你覺得你的故事就這樣 然後你沒有任何收穫 那就更棒 因為你有更棒的人生 如果你真的想做我們事情的話 你要區分得出來職業跟素人的差別在哪裡 然後不要用素人的標準去看自己 這樣你才可以慢慢的更接近職業 然後更有所收穫 祝ALED的都這麼新年快樂 然後不要許什麼新年願望 去做就對了 願望都是假的 要自己做才是真的